我做事做厚色批发 跟洋人做一点跟华人社区没有关系 但是我纯粹是一片爱心想回馈一下 社会怎么帮助到大家华人同胞们的华人朋友们 是这样的想法并不是站在一个高调 因为我从来不高调 因为我也不涉及任何的政治啊 因为我们这个团体都是非政治非宗教 非语力的不涉及这些 纯粹就这样他讲的 我很赞赏Eddie的这句话就说 怎么happy怎么去 对对对 我很欣赏这个 我也很喜欢 因为我出国是小姑娘出来的 我是小姑娘单身出国的小姑娘 留学生 在美国读的最后移民这里 所以呢 我完全理解 所以我就觉得要做社区 先那个张会长讲 你们要选那个你们的内部 我觉得都很好 但首先每个人能毛细之间 她都很多人都没有 我们要担心 所以我就担担 我们就担当 特别是今天你们是见证 那个历史时刻 创始人全部都是创始人 这个创始人真的是很 很厉害的创始会员 创始人之一的话 创始人之一的话 那个Bッ 感谢观看